好 這個玉鳳先稍待一下 因為難得這個大米從高雄來 我們一定要讓大米講得開心 聽到南部的聲音 對啊 因為他在台北茅廚 高雄茅廚 大米這幾年發展非常好 你高雄 你這樣講我就開始害怕 這是鋪什麼根 沒有 這個是要弄你的起手師 什麼叫 什麼話 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聽說你在高雄買的是好的房子 還好 很高級的社區 還好 高雄有什麼問題 我們的高雄的社區 那個公社非常的豪華 你先要先講一句話 多年前大米講過說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對 所以我就加入了地獄 就是說我們那個公社非常豪華 包含有了KTV 鐵板燒 奇異室 然後就是交儀廳 還有健身房 還有游泳池 鐵板燒 非常高級的社區才有 然後當時就是 因為那個鐵板燒就說 你如果真的要請人家 你可以叫外面的社區來住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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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開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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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是有常住的師傅 是在那邊 然後呢 你們要養師傅耶 然後還有那個霸台區 是有可以幫住戶做早餐 然後社區的秘書會送到你家門口 對 這個很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些都是過去的事 因為我跟你講 那種東西撐不久 你懂嗎 那種東西撐不久 所以我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鐵板燒去已經停業了 然後早餐還在做 可是沒有多久 早餐也就沒有在做 好 那不久呢 我跟你講 我們社區的群組超熱鬧 你去的時候早餐還在做 知道他們真的做完 早餐都放在你們家門口 後來沒有 就是你要自己拿 自己下去吃 對 你自己要下去拿 好 那後來就很精彩 就是說 我一開始不知道為什麼 鐵板燒區沒有了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是我們社區的住戶 自己檢舉社區的鐵板燒是違建 對 社區檢舉自己 社區的住戶 自己檢舉 然後呢 自己去跟那個消保 就是消保的那樣 消防消防的人員說 我們那個是明火不行之類 好 那就被收到罰單了 然後他除了去檢舉這個 還去檢舉說 那因為鐵板燒嘛 那當時候有在 就是有在給住戶 烹調之類 然後沒有開發票 這樣有逃漏稅的協議 就是 然後這整個住戶 就非常的生氣 因為其實我們的公社 大部分都是不合法的 這些豪華的公社 大部分都是二次事故 對 那只要有檢舉 幾乎就是都沒有 猜 對 就沒有到猜 但是就沒有辦法營業 然後之後呢 就變成說 大家就開始瘋狂的罵這個人 那這個人就會覺得說 是同一個人的 是同一個人 可是妳怎麼知道是誰 知道 因為他們 大家都在群組裡啊 而且敢去檢舉的人 其實基本上也沒有再怕了 對 然後就變成說 大家在罵他的時候 就說我們這一屆呢 這整個管委會 都有問題什麼 大家很妙耶 你知道嗎 那個被罵的那一屆的管委會 他們就集體總辭耶 你們是內閣吧 沒有 你每天早上群組 你都會看到 大概有三百個味毒 好 總辭之後呢 那連物業也就是被整個換掉 那我一度在想說 哇 整個物業都換掉 然後又種子了 這個社區要空轉 我非常的緊張 對 我就跟你講 我是個蔡嬌 我跟我台北鄰居講的時候 我台北鄰居跟我說 我要大大的恭喜你 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你們這一種社區 會一直瘋狂吵架的社區 一定房價會漲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就代表有人在乎 對 所以你們的社 可能關心公共事務 對 有人這麼關心公共事務 這是個角度啦 另外一個角度是 你如果看到那群組裡面 有時候要邀請我 那個罵到 對啊 那個錯職真的很恐怖 所以我沒有社群組 我們社區的群組 只有團購的群組 沒有社區事務群組 而且有時候那個罵 都已經失去理性 你知道嗎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罵很兇 所以社區大家就是住戶 互告毀謗 互告 對啊 還有公然侮辱 哇 人家住在那裡 這樣就有必要了 那在搭電梯的時候遇到 員告跟被告 這兩個不會很尷尬嗎 社區有好幾台電梯 而且哪來那麼巧 有啦 會啦 怎麼 我跟你講敢互告的人 就不怕見面了 幸好我們的社區 大家都很良善 但是我必須說真的 他們怎樣 那慾望如果你跟大米互告 你們又坐同一個電梯 你會怎樣 我會 您好 開庭的時候 要不要我叫Uber 你一起來 OK啊 一趟車 OK啊 可是真的是這樣 就是有人在乎 總比沒有人在乎好 是啦 所以後來 我跟你講如果你發現說 整個有種植的這種社區 你也不要太害怕 因為接任的會更好 我們後來現在很感謝這一屆 他把整個社區弄得就非常好 真的喔 那玉峰你說真的有人去A錢 當初 這個我們也搞不懂 他到底是不是A錢 對 這個新聞是這樣 就是說呢 因為現在來講台北市 都很在乎消防安全 所以呢你有社區 你一定要成立這個管委會 你有成立管委會的話 你一定要有這個消防通報系統 那我們就跑社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概也知道 這個系統是怎麼樣 那我們這個朋友 他就住在這裡面 然後就說 有一天就賴我說 我們社區兩棟要換這個 消防通報系統 結果主委說要五百多萬 我就說五百多萬有點多 因為我們以前跑新聞的時候 其實大概知道 廠商如果是兩棟這種住戶的話 大概一百多萬 就已經是用很好的 一個消防警報系統了 那他們就說算了 因為大家都忙 他們那個社區也是屬於 沒有人要當主委 沒有人要當柴委的那種 就弄了 弄了之後呢 你知道嗎 事情就是這麼的巧合 弄完之後 驗收完之後 擠付加金之後呢 就發生火警了 發生火警之後 住戶是很高興的 就說太好了 你看我們花這個錢是對的 不然的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呢其中就有人就說 可是沒有響啊 沒有響啊 裝那麼貴還沒響 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 一個催事不勝 什麼催事不勝 就是你煮東西的時候 你忘了關火 然後就乾焦嘛 乾焦之後就冒煙 然後呢消防隊員就來 就發現說 就把它關掉就好 可是呢你有煙 那你有煙霧感測器 你應該會響才對啊 所以大家提出這一問之後 就發現說 真的沒有響耶 真的沒有響 那怎麼回事呢 因為有測試 當初測試的時候 還有拍照傳到群組裡面 其實你們應該裝六百萬的 才會響 六百萬才會響 你要再追加工程 流行追加工程 就不會想 五百萬不會講話 又一百萬不會講話 你們都追檢工程的工程 所以其他就有 就有比較熱心的住戶 就說那這個一定有弊案 從客觀來看一定有弊案 所以呢就找大的廠商進來看 進來看之後呢 大家就是找了一天喔 大家圍在那地方 然後就打開一樓 就是管理員旁邊的那個打開 打開之後 很漂亮啊 那個線啊 紅白黃的線都拉得很好啊 然後一測試 就發現那個只是線 沒有接到主機 對 假線 然後呢大家就想說 主委你A錢 可是主委就說 我不知道喔 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說也是報價 積極介入 我不知道我只有蓋章了 對 然後主委也是這個說法 可是大家就覺得說 這不合理啦 為什麼不合理 就是說你裝完之後 一定要有測試 才驗收啊 然後測試的時候 因為當時就會發現 如果有驗收 如果有測試就會知道問題 對 然後大家就回應說 那你測試的時候 一定有影片嘛 可是只有照片 然後其實我告訴大家啦 你在台北市有沒有 上下班的時間人很多 上下班完 大家都在公司 哪有在家裡 對不對 所以呢他那天測試的時候 就只有主委 跟總幹事他們在 其他的住戶都不見了 所以大家也沒有經歷過 然後呢 叫他拿出影片來 結果只有照片 然後大家就說 那要告主委 然後告那間公司 可是呢其他人去查 就發現那間公司 好像也是有很多問題 因為你打那個公司網有沒有 那公司網 現在網路上很方便 你打下去之後呢 公司名字跟統編 下面就很多判決 都是做這種事情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主委到底有沒有問題 好像最後也搞不清楚 所以像這個 你覺得這樣五百幾萬 有合理嗎 當然不行啊 那個一定是A調啦 那有可能是聯合 或是說主委裝笨嘛 那明知道不行 所以他身上 一定有一個行責在 可是呢 就是消防要經過 不然你明年 你還要再花這個錢 因為每年都要檢查 你檢查沒過 你還是有問題 社區花五百幾萬 這個算很多錢 很多錢 電梯都可以換的 那講到這個A錢 郭律師這邊也有律師 我就有當事人是社區來委託 他們抓到什麼 他們就是有一天發現說 怎麼我們的這個基金 怎麼變錢少那麼多 後來發現什麼 是管理員監守知道 因為我們那個人很少 住屋又少 都不住在那邊 對 他就有機會 對 就有機會 所以他就是拿這個傳票 然後上面呢 就先給你十萬好了 那我就要去領錢 結果他去領錢的時候 後面加個零 就類似 很多張這樣 這麼老張 因為住屋都不會回來看 他就是慢慢慢慢 一點一點這樣 弄就ㄎ了大概兩三百萬 他一定是覺得有機可撐 對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轉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 沒關係 再次 空來 好 好 可以